早上好 欢迎回到12月14号的百格晨报 我是敏和 今天非中文报章的头版新闻 大多数都给了耶路撒冷 为什么这座圣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 扮演着如此重要的地位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明 耶路撒冷以以色列为首都之后 为何牵动了全球16亿穆斯林人口的神经呢 根据昨天 伊斯兰合作组织所造开的特别峰会 一致否决耶路撒冷被列为以色列首都 同时表明立场呼吁全球 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的首都 在特朗普挑战之前 国际社会的共识 是以特拉维夫作为以色列的首都 因此各国的大使馆都建设在特拉维夫 如今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 却挑战了国际社会共识 立即激怒了巴勒斯坦 接着其他的报章头版 就是昨天早上发生在丹荣市拔 一家四口遭匪徒杀害 在放火烧屋的惨剧 这起劫匪入屋抢劫杀人之后 在纵火烧屋的案件 一共夺走了四条人命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显示 一共有两个人涉案 警方将会援引谋杀条文 并且从各个角度展开侦查 包括劫匪是否先抢劫后杀人 以及是否存有报复动机 另外在案发时及时躲进厕所 而逃出生天的男童 向村民诉说事发经过的视频 也迅速引起了疯传 有网民就呼吁 删除有关的视频 不要再流传 以便保护男童 因为他是案件唯一的证人 也有网民就强烈谴责 劫匪手段凶残 连小孩都不放过 因此就呼吁那些 有安装毕露电视的民众 查看是否有可疑的人事经过 以便掌握证据 早日把凶手绳之以法 换个焦点 雪州苏丹沙拉普丁殿下 昨天就预领州内所有宗教司 务必远离极端主义 殿下表示 他知道一些穆斯林群体 已经乖离了伊斯兰真实教义 甚至相信杀戮是被允许 是一种圣战 这种极端主义必须马上被制止 另外前首相敦马哈迪 因为发表武基斯海盗言论 而引起了雪州苏丹的不悦 六名警官昨天就前往布城 向敦马录取口供 敦马的代表律师随后向媒体表示 警方将会援引煽动法令展开调查 有分析员就指出 马哈迪目前扮演的角色 是协助反对阵营 在来届大选赢得更多马来选票 而马来人一直非常重视和尊重王室 因此马哈迪跟王室之间的摩擦 恐怕不利于希望联盟 并且会影响西盟在大选获胜的几率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格晨报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再会 百格晨报由GoodMorningV哈料18股粮为您呈现 姜是老的辣 竹姜更辣